第五天早上,张良短时来到桥上,可老人已经见到桥头,老人到路指着张良,不恨死不厌,已出差过五天后见面,第二次张良又安宜老人,老人以怒之下又让张良等了五天。 张良第三次,张良在老人之间,来到桥头,老人就像那人,随手掏出一门,太光并伐,送给了张良,原来这位老人就是有名的王石公。